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 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好 回到第二節的藍品薩的香港政府趁機休息 希望沒有聲話失調的 我先回答一下Quark Lock 下雨是有機會影響到網絡的 這是真的的 有時天氣會影響到家裡的Wi-Fi 我在說一些個人經歷 我昨天就去拍大院遊樂 我經過上環某一間粉麵店 粉麵店裡原來服務我的姐姐 都是阿沈來的 也一百年多 原來是我的聽眾 你真人好帥 你真人這麼小 我以為看電視的螢幕很胖 姐姐你夠了 不要再說 但很令我感動 他撿碗的時候 撿了兩張五十元紙給我 他不是叫你交給我嗎 不是 他是支持我們的桌子 他知道我沒有薪金出 對 在這種情況下 我很感動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一個撿碗工人 可能收到最低工資的姐姐 而他都知道我們紮洗要捐錢的情況 難得我又不懂得入錢 其實我不聽得很清楚 因為他是新移民 說了很多香音 我說不用了 我也很服務基層 如果你真的基層 我也不好意思收點錢 我推了他 我們兩個就在街上糾纏 因為那個 他真的要塞錢 我說不用要錢 好像那個感覺就是 哎呀 這個友仔連廟街去廟街 就是欠別人的錢 很吵 這位姐姐 陷你於不義 不會的 連他的老闆出來說 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 就是陷你於不義 這樣子的情況 跳雞就給錢 吃了東西就要結帳 是老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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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了 那真的很可憐 那我也謝謝這位姐姐 我玩不識泰山 你撿碗 我不知道你是老闆娘 超哥跟她有一手 可能知道些 今天我看到有一個哥哥 哥就走過來跟我說 喂 老闆 你真的不能做嗎 看情況 看現在的情況 謝謝Renee 我跟他說 都要看大家熬不熬得久下去 快點做 你不能做 我好悶 沒有東西看 那你也要幫忙 大哥 我每天都在看廣告 都可以 有能力 有能力就要支持 但可以告訴大家 在廣告也好 七月到目前為止 昨天我叫了一個老朋友去查 我現在YouTube的總報告收入 是不夠二萬元 總之我們一出就黃標 一出就黃標 很能頭痕 多謝你們Supertrak打上 但當然YouTube也會過水濕腳 大家要明白我們的難處 剛剛這個BTS的廣告一出街 Jordan和Steven說 走過 見到很好生意 我告訴大家 他們很好生意 反而他的頭和春袋都很癢 為什麼呢 業主也會加租 詹哥也是好朋友 詹哥也跟我說 業主已經說了他決定要加租 多難大了 你說 做生意 多難做生意 在香港裡面 每個人都有自己艱難的地方 因為今天說了 他的失業率就跌到5.5% 即是回落了一點點 但我相信有很多人 仍然沒有公開 或者失業費減少 好了 Jordan 我在書展看到你 和你賣書支持你 你有書賣嗎 Jordan 不知道 可能見到我金毛 你是不是拍攝寫真 不是 你亂說 你是不是去找了彭先生 那裡見到你 可能有些人 唐主 他可能見到金毛 就以為 就當是你 很難說 這些無謂 無謂在我們節目中說 好了 先出一張圖 B1 教師嚴重流失 中學校長會去信林鄭月娥 催促政府了解港人移民的原因 不用了解什麼 我告訴你 回來了 昨天有一個叫LOTR的結尾 其實LOTR的結尾 兩位在英國裡面都打滾過 可否解釋給大家聽 什麼叫LOTR 可以 很快地說 根據正常程序 你要申請這個BNO visa 就要在海外申請 是的 LOTR就是 Leave outside the rule 即是說 你可以入境的時候 理論上 你拿了一本BNO進去 他就會丟一個 旅客的stamp 即是一個chop 旅客 但如果你有LOTR這個概念 你會說 其實我進來 會申請BNO的定居 他就會吸引那個人 令你不用再出境 再進去 都可以繼續這個BNO的程序 那他在英國本土 再申請了BNO 是的 沒錯 如果現在沒有LOTR的話 不要緊的 你都可以照進去 進去再申請 但你要轉印的時候 轉BNO visa 就要離開英國 再進去申請就可以了 明白 即是沒有LOTR 你就不能進去英國 就是麻煩了一點點 每天我們在Facebook的面書 都看到很多離愁別墅的相片 抱抱親友 Kaley Clark 但今天 剛才中學校長說 搞不定 現在無論是學位又少了 人們去讀書的位 多了兇壓出來 另外教師又少了 一些特別的專科 甚至可能某些學校的家政班 都可以不想到 即是沒有人教 即是很特別的情況 林鄭月娥 今天在這個行會之前 見記者的招待會 當有記者問他類似的問題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這個臭蟹怎樣回答 清楚 沒有什麼留意 你有沒有聽到 你睡了十幾個小時 你有沒有聽到 你有沒有聽到這十幾個小時 林鄭月娥的答覆 真的令我吵你 你不要詫異 她說 在香港開埠以來 很多時間 內不中都有一些移民潮 都會有很多香港人 就會離開香港 我見怪不怪 但是我在這裡重申 香港政府是以維持 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 不過我也想在這裡 借機會跟大家說說 香港在十四五規劃之下 中央的全力支持之下 我們是很多相機 你現在逃跑了 是你們吃虧的 所以你們逃跑了之後 不能習慣 你再回來 可能你們在香港 堅持不能逃跑的人 把握著這個機會 再令香港更加光亮 我回應一下林太 香港開埠以來 我不播片 放心 也有很多不同的流行性病毒 出現過 之前也沒有封城 晚上沒有可以外出吃飯 林太為何你又見怪不怪 因為今天濕狗武漢肺炎 一天零感染 為何我還要四個人限聚令 為何還要晚上吃飯 我們身為一群 你的同事 要見一下恆大的高層吃飯 現在快要倒閉的 你老母的集團 你也要罰他五千元 情何以堪 我們開埠以來 有這麼多不同的流行 有不同的疫情 死了這麼多人 死了這麼多人 行山又 弄得要洗太平地 這樣也沒事 但是現在 人家 早前有299個而已 不知道在哪裡 有一個派對 賣了很多人 星期六晚在銅鑼灣 有市集 Jordan 你和我都活過一段時間 我沒有理會 你年輕一點 畢竟你的樣子比較老成 沒錯 我長得老職 謝謝豆腐仔 謝謝 我想問你 Jordan 關鍵是 我不太明白這些移民潮 為何每次都跟共產黨有關 我們要說清楚 我剛才提出 Steven也提出了 香港開埠以來 百多年都有一些不同的疫症 都沒有搞到什麼 為何你又不見怪不怪呢 現在又有這麼奇怪的 所謂的封城策略 好了 他說 一直以來都有這個移民潮 這個就真的 他可能對香港歷史 真的要有些生疏 我不知道 他不是讀歷史 他不是 但是他考A 應該都知道 這是常識而已 香港開埠以來 老實說 戰後 我們不要說遠 只有三次移民潮 第一次 就是韓戰的時候 韓戰的時候 我還沒出生 你知道嗎 就是總父輩 是常識來的 不是一定要知道 你還沒出生 你知不知道有第二次的大戰嗎 知道 一樣 為什麼會有什麼呢 因為韓戰的時候 有些人害怕被推倒下來 所以在49年解放之後 來到香港 51至53年的時候 有些人真的害怕 在那幾年 就跑去台灣 趁機走路 就不留在香港 你可以說是一個移民潮 第二次移民潮 大家都知道 是67年 對嗎 67年之後 我姑媽媽和姑姐 過了加拿大讀書和工作 對 沒錯 即是跟了幾年 在70年代初 那幾年 就跑了一批人 那時候 麥理浩還沒來 對 都不關麥麥理浩事 他不知道麥理浩好 都不關事 主要是怕 大家都知道 北方那隻 那隻 那隻 魔爪 伸延到來香港 接著是什麽 我們小時候 八九 八九六四之後 不是八九六四之後 其實中英聯合聲明 已經是 一開始聲明 聯合聲明 已經開始是 但是八九六四 就真是移民潮 真是移民潮 真是移民潮 雞飛九炒 接著就是這一次 一直以來都有 但不多 但這一次也是事實實 即是說 真是走路不走 那你只看今年 上半年 有數看 你只看英國就知道 十萬 所以我覺得 林佩真的要有空 可能他也很忙 他也說 老公也沒有空陪 兒子也沒有空陪 他就有空看大陸的劇集 還有 那個叫號手 號角手 號角手 號手就位 號手就位 繼續埋位 應該抽一下時間 保護香港歷史 是的 我們強烈推薦 明天星期三 大院又下 不妨看看 可以碰一下場 是的 會說一個香港 你要開埠 你要知道的冷知識 非常重要 我覺得 他說這一番的話 首先 Jordan已經說得很好 香港歷代的移民潮 都是關於共產黨的事 絕對 你老母 你真的不要擔心 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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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別離的帖子 我真的很傷心 是星期日晚 是星期日晚 挺心酸 他自己一個離開 他自己一個離開 子女要一年後直接準備好 他有沒有地方下 沒有 他是過去住Airbnb 然後乘飛機 他又怕不懂英文 找一個朋友 乘飛機的人一起 可以關照一下 跟我過海關的時候乘路 聊聊天 他也沒有安排車去怎樣用Airbnb 去完Airbnb坐下來之後 之後的路是怎樣走 他也沒有計劃到 你想想他這樣拔插鬚 給我的感覺 比以前慘的 越共衝過來 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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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歲的老人家 暫時跟兒子去了英國 他都像七字頭一樣 你可以想像到一個人在香港土生土長七十年 我們剛才也說過 他經歷過六七 經歷過八十年代的中英會談 九七的回歸 八九民運 經歷過2003沙士 經歷過金融風暴 海嘯 甚麼卡拉差的東西 都還沒離開 這一刻才臨尾 那種離售別墅 大家都知道 中國人永遠有說話沒有錯 叫人離鄉戰 這句話千古不易 哪裏都是 一個人在一個地方 有甚麼原因可以令他走得這麼急 還有那種無奈 有一種既然是無奈 還有那種 怎麼說呢 就是一種是絕路來的 一個人 你想想七十歲 其實都是說得不好聽 大家理事就說了 那頭緊 聞到味 那為甚麼還要去一個新的地方 重新適應呢 如果你是七十歲的人 就算我們這一代人 流到英文流離 你現在去到外國也要重新適應 就算你離開了加拿大這麼多年 你回去也要重新適應 我不需要適應的東西 沒有辦法適應到 OK 沒錯 如果你說你這樣的年紀 也沒有辦法適應到 你是他的兒子這樣的年紀 對嗎 你想想一個七十個案的老人家 他現在去到英國 是甚麼環境 你基本上可以想像 那個節目 我同樣看到的 訪問一個女人 帶著一個女兒 老公現在還在工作 要一年後才在英國會合 那個女人也懂英文 又在香港也叫做中產 她自己也說 我去到英國 要重新適應 有些英文 找錯錢 這些人生基本的 拿東西 申請填表 都會填錯 這些事情 可想而知 一個這麼大的年紀的人 無緣無故 非不得已 怎會離開了 即是你覺得他有些事情 我們的routine就沒有了 可能我回去加拿大 然後7月14日 星期三晚的 鱷魚談 老婆你做甚麼 對付鏡子 自嗨 歡迎來到今集的 《男人殺的香港政府》 已經精神錯亂了 精神錯亂了 那個叫做精神分裂病 好 Steven兄 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因為我看到一篇文章 明報出的 原來香港帶著老母子移民 只有10% 很可憐 而最可憐的 不僅是她們離開 因為你過去重新再適應 五十多歲的人 四十多歲的人 重新再去台北社會 英文可能又不懂 做幾工種找不僅人來鄉戰 好了 最慘的 有90%留在香港 不僅跟著兒子的婆婆和爸爸 因為她前醫十多二十年 就是會幫兒子照顧孫子 跟兒子一起住 死都不僅願過去 突然之間 兒子帶了孫子 孫女 突然之間精神沒了 有幾多 家破人亡 屌你老母子給你 陷阱月娥 這樣激到人們 真的太離子散 即是你現在說 屌你老母子 你回來就屌你老母子 沒了機遇 我不認識評論 你可不可以評論 這麼涼薄的人 沒有 沒話可說 對嗎 讓阿金好說 我不敢說 我就要平衡一下 老闆 老老實實 你們可能沒有留意 林明也有 最近沒多久之前出來 他都眼淚淚的 很慘的 他說我也沒有機會 一說到我家人 我也很慘 我沒有機會跟我老公 溝通 又跟兒子很少見面 你明白嗎 沒得兩句 即是 他都家破人亡 未至於人亡 也很慘 所以 林明其實是反映了整個香港的情況 你明白嗎 其實 林明如果你知道 你家是這麼慘 你可以想像是香港人 很多比你更慘 我們剛才說的 即是我們懂英文那些 如果你中年現在懂英文 你去到英國 其實就算我們以前在英國住過 你都要時間適應 即是等於 你不要說什麼 你不要說去英國 現在譬如你住在九龍 你只是去香港住 你搬到香港島 或者搬到離島 你都要時間適應 在香港也要時間適應 你何況搬到一個 說英國的鬧哨 完全文化 完全背景不同 早上我走到街 茶餐廳 有一個AA餐通粉 這樣就搞定 現在去到那裡 找一個 很麻煩 這個是肯定的 這一定是 那為什麼人要這樣呢 大家自己可以想想 好 我們看看B8那張圖 B8那張圖 今早就真的 我要發生做田立粥幫幫林北 程健文都過了去台灣 任政治大學的客座教授 計劃一年之後回港 我就建議陳教授 算吧 台灣好吃好吃好住 回來吃飯 計劃而已 可能計劃到時候 他說回來香港探親 探親都可以 吃過雲吞麵 不會 真的不會 即是你回來又擔驚受怕 你一回來香港政府 又以為你會有很多事情 搞 監察到你實在 你去到那裡 有人吵了鬼 一個不小心 就是屈膠你 限聚令 有什麼有質 如果那時候還有 又或者你有一些言論 搞了國安法 搞了你又來 事後你 那就很嚴重 沒有什麼必要 陳教授 總之難得 你找到了元素 你去台灣 好天好地 去那邊做一些學術性的研究 我覺得這件事更加好 無論如何 我們休息一會兒 再回來第三節的 《男人集積香港政府》